哈喽 朋友们 大家好 感谢关注翡翠一师傅 今天介绍一件大宝贝 南奇的 南奇的一个白灰白灰的皮 这件料子的皮革非常厚 我们今天要开它是一个带色的料子 看看开出来是什么样子 但是在开之前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石头 以及你预估一下它这个皮开进去是什么效果 首先这个皮革它是一个像石灰一样的皮 有好几条色带 然后有一些地方是花 这个料子已经是过万了 别看着这么样子它已经过万了 然后这里还有个老断口 这个老断口什么都看不到 一会我们压灯看一下 色的话是绕通了 整个石头都绕通了 我们来打灯看看 皮革上还是有少许的表现 看到吗 皮革上有少许的表现 然后断口的地方没有表现 一点点 这料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品质呢 我们期待一下 这料子会开进去是什么样子呢 会不会 会不会化掉啊 会不会化黑啊 如此起荧光发黑 第一针头啊 一针头转进去看看效果 OK 咱们 试探一针啊 因为这个石头长不长 就靠这一针了哈 哦 来瞧一下 激动人心的时候 就看这一针头 从这个皮革上来判断的话 应该是倒肉了哈 应该是倒肉了 呃 它的一个种的话 冰种没有机会啊 这皮是有有那种堵了个化冰状态 但是证定是打不了的 因为它的黑度不够 钢位不够 黑度还是差一点啊 照上去瞧一下 就是这一针头 直接决定了它的生死指甲 整个石头细啊 细 但是 钢位欠缺 细而化的感觉 我们开大一点 开大一下 还看不清楚 好 画是画了啊 然后我们这针头除了躲画以外 还要躲这个色 因为它是个色料 还躲这个色到底怎么样 我们继续做大做墙 那么来看一下啊 这个石头 这个花袋子这里就挖开了 然后里面是一个 稀落 稀落色 稀落的一个色 我们来倒大一点瞧瞧 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那条色是画掉了 那条色画了啊 然后旁边的肉质也就是个稀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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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缝隙里面 这个缝隙里面 这缝隙里面 那条色也是画了的 这料子就是站着一个块头在 啊 块头 就是 大 其实这个色带它往这边走了啊 色带 右边往下面走才有色 顺着色带下去是没有啊 看 看那个缝隙里面的叫色 嗯 嗯 还行吧 没有想象中的好啊 不是就这样子 有些时候期望太高 反正就是说只能达到一半分 我们把这边开一下啊 这边虽然说是种水啊 这边的种水也试探一下 看看这个这边种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看看会不会好一些啊 有些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小惊喜的 有些时候 嗯 差距不大啊 差距不大 也就是 差不多这种水了 差不多种水啊 属于一个细落落化 然后 这边的话 可能会可能会反一点春 等一下开大一点 看看 然后 这个料子堵的话是堵着个白麦啊 这个白麦下面的总是可以了 但是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麦的话也是要看力度的啊 你看这个力度啊 这边就是说松散一点 属于是那种有麦 但是它没有形成非常紧 非常细 非常密集的状态 那这个料子就是 啊 就是总还是不是很老啊 可以够用 但是不是很老 咱们继续开大一点 开另外一面 朋友们 我们这个石头就开好了 这个石头我们来欣赏一下啊 是一个细落 细落漂洋绿 这料子大啊 块头大 块头大的话 有奇迹的啊 而且还有锁多 这个面是有锁多堵一下的 整个料子还是反一点春呢 反的话总会更老了 就是反春导致到它这个肿 没有想象中那么优秀 够用了 够用了 啊 这个料子啊 又是一个 在后面也挖了个洞啊 一样的 总是一样的 喜欢葡萄 喜欢土豆的朋友 关注一下啊 也可以来弹这个料子啊 价格不高啊 价格不高 过万就可以弹了 小鸡尖 zg Did他一起来的 我在转气 我right转气 我 哦 和那